今年第二号台风马娃持续增强当中 而且它的台风也已经是清晰可见了 民间气象粉砖台湾台风论坛更表示 巅峰将挑战五级热带气旋规模 相当于是强台等级 而目前主流模式预测认为 关键就在29号 如果说太平洋高压早一点减弱 那么台风就会提前北转 对台湾的影响会比较低 但如果太平洋高压晚一天减弱 那么台风就会更往西接近 对台湾的影响变大 甚至不排除会达到发布海景的标准 卫星云图上马娃台风的台风眼 已经清晰可见 民间气象粉砖台湾台风论坛 更形容它的台风眼深邃清晰 还有机会挑战墙台 巅峰将挑战五级热带气旋规模 好的我们东部外海这边方向走 海景的机会看起来是不排除 但如果说它越接近越靠近我们 陆地才北转的时候 那它的暴风圈可能就会影响到 东半部跟恒春半岛 气象专家认为29号涨时关键 太平洋高压会不会如期减弱 也会影响到台风北转的时间 民间气象团队观气象看天气 根据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 细极预测路径分析 有四种可能 第一种路径目前几率最高 从台湾东部海面北上 将为北部东半部带来间歇持续性阵雨 距离越近雨势越大 第二种几率次之 从台湾东边远远的海面北转 对台湾没什么影响 第三种从台湾南边通过 第四种台风直接登陆 为全台水库大补水 但几率最低 对比另一个气象团队的看法 也认为台风未来转向东北的几率最高 约55% 但也有40%的机会贴近台湾 这个路径渴望解除干旱 但灾情也难以避免 关键的时间点是在29号 但是如果说它晚一点点 晚一天 那它就有可能就会更往西边接近台湾 专家提醒麻洼台风 是今年第一个可能对台湾造成影响的台风 建议民众尽早盘点防台措施 记者正一山前见国台报道 阿里山全新快幕列车福森号 发生了出轨意外 中医行政院长陈建仁才试诚过 没想到周二上午10点多 进行最后一次试车的时候 第二节车厢压到吊在轨道间的石头 造成了列车出轨 连接器损坏 紧急停止试车 工作人员前往抢修 中午12点40分 完成了富轨作业 明尼山想起阿里山福森号正在进行试车 没想到一个过弯 突然碰的一声 车厢上下晃动 车窗玻璃碎裂 发生了出轨意外 出个意外一瞬间 全被拍了下来 工作人员货报赶紧前往抢修 试车活动也紧急停止 这是费时两年多 赤资6500万元 打造的全新快幕列车 普森号 3月20号开始 一连展开三度试车 没想到23号上午10点多 最后一次试车时 通过67公里 100公尺处 二万平平交道时 第二节车厢压到了 掉落铁轨的石头 也造成连接器损坏 12点多才完成 富轨作业 索性没有人受伤 倒扎石头 掉至富轨与主轨中间 导致第二节车厢车轮 压到石头出轨 其实试车前一天 行政院长陈建仁 才刚刚首度搭乘体验 没想到就发生意外 而福森号先前也被批评 品质差 像是部分气料脱落 军裂等等 号称最有质感的车厢 福森号 还没开始营运 就状况连连 灵铁处表示 会积极要求厂商进行改善 接着蔡城无下一报道 有驾驶开车经过 高雄左营大顺一路 直行有骑士骑车三贴 竟然还让小朋友 直接站在座椅上 没有戴安全帽 再加上这个路段 正在施工 道路限缩 车流量又非常的大 这个惊险的画面曝光 真的是让人捏把冷汗 灰色电动机车 三贴骑在路上 但放大来看 中间有名孩童竟然是站着 不是坐着 还没戴安全帽 似乎觉得好玩 途中小朋友的手 还一度挥过来挥过去 被当成夹心饼干 夹在中间还没做好 实在超级危险 如果有小孩你敢 我不敢 怎么说 因为我爱他 摩托车发生了什么状况 那个孩子会怎样 这个就是拿自己的小孩的生命开玩笑 而且还删帖超赞 汽车的家长心脏真的好大磕 驾驶开车直击这一幕 更将影片PO上网 提醒民众 直接就点出来 当时在高雄左营大顺一路上 正在施工 道路限缩车流量又大 小孩站在座椅上 没有安全帽 出示风险大大提升 而这事情就发生在23号上午9点多 夸张行径曝光 现在警方也要查 本分局将依影片内容 查明相关事实 依法进行举发 站在机车上 没戴安全帽 统统违反道交条例 依法将开罚最高600及500元 只是罚钱是小 存侥幸心态 要是哪一天真的摔了下来 还波及无辜这责任 该算谁的 接下来请不请王寿成 告诉我们 前职棒选手周森毅 目前担任苗栗县 日明公家的棒球总教练 那么一家人 在21号无口开车到江一县游玩 等红灯的时候 遭到了后方来车高速撞上 9岁的儿子伤势非常严重 还在加护病房插管质量当中 而令他最难接受的是 肇事驾驶的酒测值高达了0.42 又是酒驾传货 不但害得他家人受伤 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带着学生 一同参加全国轻棒锦标赛 让他一度哽咽 轿车丝毫没有减速 就这样撞上前方停等红灯的轿车 强大的撞击力道 造成车子往前滑行 30到40公尺才停了下来 而遭撞的车辆 是前职棒选手周森毅 也让原本要带队参加全国轻棒锦标赛的他 无法陪同一度哽咽 他们都想打这个比赛 那因为想要我的家人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个人心里也觉得非常对他们非常抱歉 21号周森毅一家五口到嘉义线游玩 没想到在高铁大道停等红灯时遭遭 他跟两个儿子多处皮肉伤 妻子胸口还有肩膀擦缩伤 不过九岁的儿子伤势严重 到现在还在加护病房插管治疗 令人气愤的是 照射驾驶酒色值高达0.42 那当下 当然车子被推挤了一段距离以后 就人才醒过来 周森毅在1998年加入统医师 节约之后2005年加入了La New熊 2012年退役之后 在苗栗县玉民工商担任棒球总教练 却怎么也都没料想到 出游竟然遇上酒驾事故 就办警方能归咎责任 别再让无辜人受害 记得蔡城武再报道